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早于闻书法事件不仅令华社感到担忧以及不满 也意外的点燃了行动党内部的分析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行动党基层和一些当官的YB们 之前也曾经发表联合的这个文告 不满自己家政府的这个决定 记得吗?上一次是刚好也发生在教育部 就是大学医科班 过大学而Metriculasi的这个事件 当时一批色情团的领袖呢 就联署表达他们的这个不满 如今这一次呢 就是甲鱼文书法事件 教育课题一直以来都是华社非常关注的议题 并非什么小题大做 那截至今天下午两点呢 共有13名的行动党的州议员 14名的色情团 还有行动党的基层领袖 138个支部与国会的联委会呢 参与联署 他们就呼吁所有的行动党的部长 确保国民型学校不会变质 更防止呢 找一文进一步的体制化 威胁大马的多元社会的完整性 那这一些州议员呢 分别来自彭亨 霹雳 柔佛 还有沙拉月 他们就担心 这一项新的教育的政策呢 将会侵蚀华小还有淡小的本质 那华小与淡小向来都是秉持着 三语三文的政策 以母语作为教学的媒介语 包括文字 也学习国语国文 还有英语英文 他们一直担心说 这项政策将导致华小跟淡小变质 因为在教育部无法保证 未来是否也 是否不会把这个甲鱼文 纳入稿评估的当中 如果在这个保证 没有获得100% confirm guarantee的话呢 那么贸贸然植入 这一种甲鱼文学习的内容 将让华小跟淡小背负 更沉重的负担 可能会引起变质的担忧 角一文固然有他的艺术鉴赏 以及艺术价值 但是政府或者是教育部 更应该鼓励民间 自动自发性的去学习跟鉴赏 而不是把它强加在教育制度上 他们也提出 防止角一文进一步的铁制化 因为在大马的这一个 政治的语境里 赵一文呢已经成为了一党玩弄种族课题的手段之一 要是保守的力量呢 强推的一程啊 将会进一步呢 就是侵蚀马来西亚社会的多元精神 那他们就说 如今呢除了一党执政的吉兰丹 还有登加楼州呢 就是强制广告的路牌呢 还有广告的招牌 是必须要附上赵一文 那国阵执政的这一个彭亨州 各地方政府呢 更是已经开始发出了通告 要求商家 必须要在广告的招牌呢 就是附上赵一文 那2014年呢 更是传出了马六甲的教育局发函 要求华小添加赵一文 那一党啊 更是在最近的大会上 就是要求政府在国小加入赵一文的课程 佩玲一口气 念了这么多的这个例子 证实了这一批YB们的这个担忧 是真实存在的 并不是虚构 而且种种迹象也显示 当前各界所积极推动的脚一文 课程或者是措施呢 已经不是单纯的停留在 鉴赏或者艺术的阶段 如果华小跟淡小在这个课题上 没有很好地去处理的话呢 那么将会发生 接下来大家都一直在讨论的一个现象 就是温水煮青蛙的这个议程呢 那么这一种现象 如果没有去处理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 将会有更多的这些 脚一文的这个政策或者是措施 将会扩大在各个方面去执行 或者去落实 甚至也可能效仿这个 吉兰丹跟登教楼 跟彭那些地方政府 也可能会实行 类似的这个措施 所以如果我们不关注 这个脚一文体制化的现象的话呢 它将会分裂 或者是影响大马的 多元种族的社会 那他们呢 也不点名的反驳 行动党的政教主任 刘震东的缺乏互信论 他们就认为呀 大马各族社会呢 缺乏互信的根源呢 在于国政政府多年来实行的 这个种族的政策 无关呢 有没有学习他族的语文 或者是书法 那他们就认为 新政府的这个任务呢 应该是要破除这一些种族政策 废除故打制 那实行呢 不分肤色的就是全民公平入学 而不是呢 去延续国政的一个政策 那植入一些毫无迫切 或者是需要性的 找一文的书法 这个课题呢 就联想到 之前行动党 不断强调的这个固打制 要废除固打制 因为没有公平与平等的制度下 就算小学生 学到了很漂亮的 这个教育文书法 那么长大后 却因为不同的肤色和宗教性 进不到大学 无法获得公平的对立 那么他们学到的这些 教育文 对他们来讲说 他们会觉得整个社会 对他们似乎把他们给边缘化了 所以在这一个课题上的行动 真的必须要认真的去处理 而不能够像上次处理 Metriculacy的事情上 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说 这是前朝的 这是前朝政府国政所 制定下来的东西 因为马化总会长 魏家强已经说了 就算是前朝政府制定的 但是你身为现任政府 你也有这个权利 可以推翻 这个是属于教育部 课程纲要组 所提出的这个建议 你们还是有权利 去把它给推翻掉的 现在就是要看 行动党的部长们 如何去处理 这一个华盛非常关注的议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谢谢你的关注 也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 一起听懂更多